必須要提供協助 不過會不會危害到言論跟侵犯到個資呢 還有外商跟台商的經濟活動利益 會不會受到了限縮 這些後續的效應 我們要請教實踐大學博雅學院 賴岳前副教授 有一個最引起大家爭議的地方 就是有關於所謂的資訊 通訊網路裡面的數據 中國大陸的官方 可不可以根據打擊恐怖主義的分子 他們的這樣的一個作業 然後他們可以獲得這些數據庫 那這樣的一個作法 其實是跟美國的作法是一樣的 美國當時他們也是因為 基於所謂的這個國際安全的一個理由 然後他要求美國的 例如說包括臉書 推特 AT&T等等 所有的這些通訊公司 還有這些數據網路的公司 甚至連包括微軟 微軟所設計的程式裡面 都保有後門 留給這個美國的國家安全單位 他們可以進入 所以等於是你用的微軟的 任何一部電腦 他都可以進入你家裡面來看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美國他已經就是這樣做了 中國大陸其實在這個部分裡面 就是參考了美國 他們本身的這樣的一個作法 我們也看到了前段時間 美國的微軟 他們也承認 他們的確有後門提供給美國的國家安全單位 那我們也看到了臉書 他們也承認他們有後門提供給這個 甚至連Google他們都承認 他們也都有後門提供給這個美國的官方可以介入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危機解密裡面 以及史諾登裡面 他就大量的揭露出美國他們侵犯進入的這樣的一個 對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還有世界各國的公民 當然也包括美國的公民他們本身的後門侵入 那在這個情形下大家都知道說 美國他們侵犯了這個通信秘密保護的自由 美國的理由是說這是基於國家的安全的理由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做 好 現在美國他們反過來的批評中國大陸說 你怎麼也可以這樣做呢 那中國大陸就看起來也是不太理會他 也就是說你美國人自己可以這樣做 那中國大陸設了這樣的一個規定 也是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 設了一個規定 你美國政府怎麼可以來批評我 你歐洲政府怎麼來批評我 那他就問這些歐洲的國家 例如說德國也承認他們有監聽法國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這些政治領導人的手機 或者是秘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世界各國的政府 都用國家安全的理由 然後來刺探 切聽所有他們所認為在安全上所需要的這些數據 或者是資料 好 所以如果說要批評中國大陸的防空法 大家都必須要建立同樣的一套標準 不能夠自己可以做別人不能做 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看到了這樣我們才恍然大悟才理解說 為什麼當時美國歐洲國家都在做這些刺探 個人同心秘密的事情的時候 中國大陸沒有批評 那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也仿造了他們的行為 做了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當美國人在批評他 歐洲人在批評他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他們實在是太荒唐太可笑了 因為兩套標準就沒有辦法站得通 那當然一個國家為了他的安全的目的 去做合法性的監聽 合法性的刺探消息 合法性我們一直在強調 那也就是說有檢調機構批准的 這樣的一個合法的完成合法的程序的監聽 那麼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這點都是合情合理的 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強調的就是要一個合法的程序 例如說我們台灣的安全部門 在要去打擊這個恐怖主義 或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的時候 只要經過檢察官他們的合法的批准 那他們也可以去進行這樣的一個監聽的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大陸 通過了這個防恐怖主義法的時候 就會對於歐美的廠商或是台灣的廠商 進入中國大陸的這些資訊 甚至通訊的網路公司就必須要 根據中國的防恐法提供給他們這些後門 如果他們拒絕的話 那他們就沒有法的依據 可以進入中國大陸做生意 這樣的情形 其實他們也有效的就抵制了 美國利用他們的軟體網路 然後進入中國大陸去刺探中國大陸的 這些公民的這個權利 因為